欢迎收听动物训物atradiodata.hk的节目 逢星期四8点到8点半就是我们港湾咬借邦的时间 逢星期四我们就有很多港湾想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就介绍一下究竟怎样可以听得到 如果你想在现场收听的话 就在这个朗豪坊的B2Slowly雪糕店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另外就是在radiodata的网页 网址是www.radiodata.hk的网站 可以跟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去动物废物的网页 网址是acrobus.cuhkacs.org 如果大家想跟我们聊天的话 就可以去acrobus.cuhkacs.org的地方 就跟我们MSN的 介绍一下自己先 口气讲了很多东西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漫游者 大家好我是冰芝 我是阿文 我是抹野狼 今天我们想说一下 不要太深入了 我记得两集之前 跟阿冰芝还在讨论漫画 和教育之间的关系 但我们还未准备好 所以今天不谈 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一下 若干本本地漫画 第一本想和大家聊的就是 这个陈某的火鳳聊员 萬眾期待 终于发展到一个 大家都希望出现的大事件 32期才到这里 破了纪录了 漫画界 我以为你说万眾期待 终于出第32期 那其实又不是的 你想想想 如果说出的话 他们都很固定的 基本上 中秋一定有一本 一季一本 每年中秋一定有一本 今期呢 萬眾期待 就是因为 女宝终于都写得死了 大家怎样看今期这本书呢 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 对火鳳来说 是一个指标 由这一期以后开始 今期有两个关键点 作为整本书的一个标志 第一就是 后女报时代 即33期开始 就是后女报时代 忘记大家 我们会剧透 如果你买了单红本 或者还没买单红本 总之你还没看的话 对不起 剧透硬的了 女报死就一定了 但问题是 不想知道 那么深入 陈某描写的手法 大家就 掩着半边耳朵先 另外一个就是 终于都开始解释 为什么 阿火会和司马尔反台 这个都是一个指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一期 其实我 因为女报死就硬了 这个不可能变 虽然 大家之前都想过 会不会陈某 给另一种下台阶 等女报以另一个身份 再在三角舞台 走展 但是终于都很灑脱地 搞定了 但反而我觉得 在女报死之前 描述 陈某那一段 我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在上一期 就已经说到 陈某是对时局 或者这种 计谋争斗 开始有一种 厌倦深淡 想退出的描写 今集也贯彻了 但是 他 陈某最令我欣赏的是 他能够 将陈某死前 他不会是 如何痛骂这个敌人 导致自己今天 这样 这个收场 他反而是会 为了 其剩下来的将士 或者家人 去说话 利用自己的牺牲 为其他人 留一条生路 这个我觉得 某程度都贯彻 陈某当初 很多人说 陈某写三角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 那种带有少少人性 和反战的精神 反而我反而 反而这样看 我觉得 陈某如果 写着火峰寮园 是他 在说他自己的心态 他是一个 相当之 实用主义的人 总之 留得到一条命 就什么都可以做 其实陈某也是在说 这一件事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很实用主义 和反圣言 就是觉得 所有圣言说的 都是bullshit 不值得再信 这个只不过是 令到 中国人的劳性 为什么会这么重的一个原因 但是 这位 看通了这个世情的智者 军司 他没有 利用 这一种 他能够打动到人心 或者直接可以利用这个 世人 对这种这样的看法 投靠曹操 或者自己作为活命的一条后路 完全没有 他真的 冠写了 我就放弃 我也不打算去 再 如何去争斗 东山再起 就是 会令人感觉到 会在一个新时代开始 因为前两期 一老斗 四少那里 其实 已经是 埋下了这个笔 是他人生最下一个 光辉的舞台 其实 陈公他在上一期 已经 已经 已经有说到 他 其实 他都已经不想再 鬥下去了 不过 看到呂布 好像还有些机会 叫做 进入最后一点的 中二 帮呂布 到现在 呂布死了 他根本 对于他来说 他没有理由再 跟人争斗 他都觉得 都没有一个人值得 他再去帮呂布 他正在准备 找后路撤退 逃走的时候 陈公都看穿了 但是他自己 都没有想着 走这一步 其实说完陈公 不如说 其实 今集 对我最印象深刻 除了陈公这段之外 其实 呂布死之前 所说的 所做的 都另外挺印象深刻 为什麽呢 他 在世人眼中 其实是一个 很英雄 的角色 但他死前 其实是 叫曹租 不要杀他 这个 跪在那裏 扮死狗 以前错了 我以后跟你学习 对 其实 这段 都跟回 刚才我每日郎说 陈某 其实本身 都有一些反性言 的 其实思想都有一些关系 因为 其实都说回 呂布这样做 其实都是 想留一条命 就是 什麽都好 最重要是一条命 留一条命 你之后 你做什麽都可以 我想 这一段 对我来说 是 他想 呂布 符合 所谓 历史的那种 过程 因为你不能改太多 他一定要死的了 他一定是在白门楼 被人斩首的了 过程一定是这样的 那怎样可以令到他 由头到尾 都是这麽英雄呢 现在他这个设计就相当之好 他是一个超级实用主义的人 总之我留一条命就OK 但是如果要他死的时候 他真的没有办法可以留一条命 他是死得很有型的 他不是夜神 夜神是一知道自己要死 就开始游泳 但是呂布不是 我一不就要求姚 留住一条命 但如果求不到姚 如果看回大家都知道 要三个武将才可以勒得死他 表现硬汗的风骨 由头到尾都是很帥的 你见他罵大家 天地不忍 二晚不为初九 不如你留我一条命 是的 我是禽獸你 诸如此类 其实是 好像 不风一转 为什么 正如第一次看的时候 你都会好像 那个无名的士兵 走出来 你还可以称之为 战神呂布 你这些人 连人都称不上 但是原来不是 他到后面要死的时候 一样可以死得很英雄 而且死到可以预示到 将来 其实原来 并不是曹流 不是曹流 可以拿到这个天下 而是一只火鳳 证明他本身 其实都有一定程度高瞻远足 不过可惜 就真的 好像当日董卓 死前说他 即是他太贪心 走得太快 好了 网上就有听众 就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猜一下他会不会复活呢 不是 连头都想起了 一下斬了他的头 他之前都可以死一次都可以复活 在陈某他的故事里面是剃身 即使他复活都可以 没什么所谓 他这个剃身很厉害 要三个人一起辣瓜 张廖你说 不是 你现在说 但是我猜不到他的描写会那么爽快 因为事实当初 当初是被辣死 然后才斬首 我估计陈某可能都是分两段 但是猜不到他是同一时间进行 因为辣不死他 他挺有型的 三个都辣不死他 最后都算是一定要斬他的头 下去才能死他 总算陈某 最后就为呂布留下一个英雄形象 始终他在整个三角的世界里面都是 战神来的 即是无论是game还是现实 我相信他都是最劲的 尤其是当日曹操练兵那段 一个打三个四个 他安排到其实这么多武将 即是环冠三角这么多武将 给人的印象最深 或者是武力最高 都是呂布的 无论是很多的 你见到很多场战役出来 表达出来的力量 呂布是很突出的 所以可能最后 你用了音乐去死 如果安排一个很隨便的死法 可能就这样斬首 完全就没有了那种爆炸力 或者被人感染力没那么高 所以在十几期的时候 已经有读者说 为何这么久都未写到白门流这段 因为当初我们看电视剧 第八集里布已经死了 我看李智青的版本 好像是第四期就死了 我想今期的火鳳 对我来说 它有一个主軸 就是说凭死之前 不同人的想法 我会比较 其实李宝他写得很厉害 就一直都是 其实他很偏 陈某是很偏爱李宝这个人 但是今期 如果单独来看 他就给了一种 虽然以往 陈某很多时候都很喜欢 给一个答案出来 但我觉得今期 其实他没有给一个答案出来 一个人面对死亡 究竟如何才是一个好的死亡 其实没有 因为陈弓 张辽和李宝 他们偏偏就是在三个不同的 即是在三个不同的 即是在三个不同的 雖然是同一个势力 对 同一个势力 面对对手 俘虎了你 要将你斬首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曹操的话 他是三个都想留的 曹操自己是三个都想留的 但是 不说他了 有机会留得低 那些人 即是陈弓 张辽和李宝 偏偏就是一个 我没有所谓 我慷慨就义 我怎么也要死 一个就是 口是心非 想留 但是说不想死 另外一个就是 说明不想死 但是偏偏被人杀了 我自己挺喜欢今期这样的安排 在三节里面 present了三个不同的idea出来 那剩下最后就是张辽 这个其实上期 他被刘比生琴那段 已经以埋下腹筆 刘比亦都对他作出初步的游说 叫他不要再骗自己 不要再为了什么名字 姓言教训 所谓什么中意 那些道德理由 去埋没自己的真心意 那今期也真是 其实就 张辽能够留得到 刘比是真是居公自毅的 证明刘比其实也很欣赏 这位这样的人才 其实我觉得刘比 帮他其实是为了自己的 他不是为了张辽的命 其实他也有说过 其实他够张辽 其实都是纯粹想 卖个人情给曹操 为了取信于曹操 所以他就要帮 因为曹操是很爱财的 他真是为财事用 所以他比香港政府更好 曹操绝对是一个很理想的老板 在为财事用那方面 所以就 会 现在 但我觉得很奇怪 其实刘比我描写很古灵精怪 从以往真的叫做大傻 跟着又杀一成 够十成 跟着又杀一成够两成 跟着又到现在 完全不懂得打 但又到现在 上人之术很厉害 你觉得个人 捨得 设计不够稳定 转变方面 你接受不了 但我觉得是有根据 即是 未必可以说很细致去铺牌 但留给这个 这三十二期的转变 全部是 有根有据 由他当初 真的觉得很简单 凭他一腔的 熱誠理想 就可以改变到天下 救到万民 到后期 信错人被人出卖 累死了他城下的百姓 到现在 他真的开始有一种基心 去计划 每一步去走 即是 他变得来 不会说 令人完全接受不了 虽然 都未至于 我们以前看演义 那种描写 那么大仁大义 但是 起码会令我 觉得 他能够周旋 在曹操 或者将来的 宣权 那班 那么大势力的人手上 他现在的转变 就正正符合了 这个世代 即是 你没有那么多的计谋 你是不能够 在这个亂世中生存 其实火鳳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说的 但是 这些 我们留在洞肥再详细一点说 那先哀悼了两位死者 哀悼了两位死者 都是那句 千万不要想 旅部会复活 晋大已经说了旅部不会复活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这本不是天下画集 但别书都不会出回旅部 三角是没有冰封的 没有龙缘的 没有龙缘的 那接着我们 讲下另外一本土跑 讲杀道 最近又是死了很多人 这本的 这段 挺有型的 在港版来说 比较特别的一个 桥段 就是在这个闹市里大闹 甚至乎我现在 比如看这一两期 我甚至乎 不太知道 如果作为一本作品 是真的需要分正邪的话 我现在就觉得 阿迅他真的难为正邪定分界 我不懂定义他现在究竟是什么人 他又很狂 为了要帮尼路报仇 不顾一切去找 所罗门 就是反抖所罗门 诸如此类 那种感觉是不像一般的 土炮男主角 其实我觉得 阿迅现在做人的行为 有点像年轻时的封先生 纯粹是出于我那一刻的心情 我想做 那个欲望 他就经意放弃了那些善恶的道德 那些人的枷锁 就算他估计得到 找到古夏渡这些赌贾 去拉斯维加斯 会造成很多无辜人死伤 但是他都不理 他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 这就造成了今天拉斯维加斯 即是上次 护士之梦灾难之后 另外一个大灾难 这个灾难是和护士之梦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是病毒散播 病毒散播有时候 他固然毁灭性很大 但是 一来他 正态一点 二来就是 他没有画出来 他最少没有刻意去 涮染或者去埋弄那些人 在病毒毒法之后 去得很辛苦 或者是会有些很疯狂的症状 诸如此类 但是呢 在这一次拉斯维加斯大屠杀里面 是刻意描写的 而这两期 我们隐约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隐约看到和仔 对于现今社会 或者国际政治 一些不满 很多控诉 是的 头两页 已经见到他不断写这方面的 控诉不满的 之前 之前 薩道会 刚刚重新 执掌成为整个世界的 一个新势力之后 所罗门是 捉住 疑似布鼠 那位美国总统 是执了他几次 今期 有一个疑似 香港首富的角色人士 一出来 就打算用钱收买股难道 谁不知又被他刮了头 你见到这位在香港搞地产的李先生 其实他说话都有文有劳 即是他想笼略 古难道他说话 其实完全合情合理 即是你就算多 攻击我的道策 理论上应该都会被他打动到 但是古难道这个人 真的很奇怪 难怪他上一期 都会说 觉得这个人有点不妥 那些行为是完全无定向你 捉摸不到 即是说说很开心 他就可以忽然杀了你 因为他不是一般道策 一般道策就是 你的目标就是为了钱 或者不是为了钱 或者女儿 但他很奇怪 看心情 我不喜欢就杀了你 喜欢就抱着你 可能一分钟之前抱着你 两分钟 两分钟 你说一句话 可能觉得我不适合 我就把他砍掉了 他有一些很个人 看自己心情做人的人 反而这些人才是最恐怖的 但是如果只是说 《杀道》这本漫画 去看看《和仔》 我觉得他也有关心的 是对于一些 自以为有脑 自以为可以掌握一切的人 他通常都很反感 譬如那些大总统 那些首富 他死得最多 和死得最 死得最 沒有价值 或者伤得最 沒有价值 就是这些人 其他那些 他基本上 都是对故事有影响 但譬如如今集 是完全没有意思的 他可能是一种 对于现今社会 一种發洩 其实我在《祖虎两期》 看《古纳道》刚刚出场 我竟然觉得 《和仔》究竟是否将 《墙帽》投射到这个角色 古纳道经常说公平 对世界不满 控诉 这些原则 我感觉到 可能是在现实社会 那种无力感 他觉得世界是需要 被这种人去冲击一下 才能够有机会改变 但过程之中 可能造成的损害 也没有办法 就像《古纳道》 自己在屠杀事件上说 我是很公平的 我不会你们男女老友 总而知 一人一枪 你跑不到 跑得慢就死了 他好像背后有一种道理 但又未必能完全 跟文明 法制 世界的秩序 能够接軌得到 但我相信 未来和仔会继续 在这个角色上有更多表达 还有我自己的感觉 虽然 他的画画 好像近期有少少跌枫 但当然 整体都不是很差的 但这段时间 你见到他 有很多打斗的场面 他都不是打得很厉害 好像是 我感觉是 用一个跳去了 或者跳去了 或者跳去了 舞斗场面之后 去讲一个格斗的故事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 除了今期 鲁和阿信 开了十业拖 之前 保罗又在监狱里面 和泰家 快剑 快刀斩乱马 削下几个人 不是很刻意写这些东西 对上一次已经是青龙对阿信 那一段 反而你会觉得 没什么货 因为只不过是狂打 就是 三十叶任打 健血 就 没什么剧味 反而现在这样推 我就觉得 其实 《沙盗》的剧味 是挺浓 因为他除了打之外 他不断在两个人打斗之间 穿插其他人的故事 你会觉得 在一个混乱的场面 同时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真的有一种 好像灾难片的电影感 尤其是 去到近期 另一位女主角 小雷出番 他亦都是因为这种环境刺激 他都参与了在大屠杀事件中 不過我觉得 今期小雷的样子 如何变得像捱马 尤其是他变身那一段 解封了之下 我另外 又不算是失望 又不算是失望 但我觉得 又是有少少 叫做保守 最近多了龐伯 其实他之前一直去都去得不错 是不是 没什么必要花太多精神在龐伯 我觉得近期龐伯 像是和仔自己的心声 不是纯粹为了交代故事 其实他自己想参与 去表达一些讯息给读者 去吸收 好了 那 讲完一本 即是现在多了龐伯 我们讲一下 另外一本 从来都没有龐伯的 那本作品 就是《天子》 今期天子 六 即是上星期五 那本 终于都讲一下 为什么韓林儿童 就是重八 会有一个 缺烈的开始 对 缺烈的开始 理由就是因为 他差点被拖雷搞了 但是朱元章临时尼刀 可以赶一次救他 令到他没有被拖雷勒手取罚 他就怨恨了 那大家终于都知道 究竟韓林儿他怨恨些什么 为什么你们这么早到 对 没错 我那天直至错了 你等我吃完一次先 明明不是的 我是想 文如朱姓满都没收到你的刀 离谱 说离谱 但我觉得封面更离谱 为什么有水深歌 在这里 哦 是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留意呢 就是 其实拖雷的样子 很像水深歌 要母年代里面的大奸角 算是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天子这一道 阿伟 就是编曲阿伟 自己在后面的專欄解釋 就是说 其实因为 之前上去有想过 是不是真的 应该要被拖雷 习下一次 习下一次 但是他就说 因为 没有这样的必要 以及因为维持一級输 我就觉得这个理由 不够说服力 好啊 那我看雨場片 也有这些 蒙太奇了 或者好像 玫瑰花 好像巨老板 那样 玫瑰花烂了 就已经是了 但是如果他还留这个伏线 那就可以以后多些变化 就是留给第二个 不留给那个女的 反而我觉得 他现在将这件事 纏着纏着纏着 说 这件事 现在正是这样 就造成将来 他们决裂的开头 反而不是很足够服力 是的 什么事 就是按过你的头下水 你当学游水 什么事 为什么这么大反感 我觉得 就是说了 刚才你不让他吃个刺 但是 你说如果一位少女被人撞破 就是看到这些丑事 虽然最后没有发生 他会有羞愧 不知道怎么表宣洩情绪 而走去 用憤怒去遮掘自己的羞愧 去骂朱元璋 或者以后向他黑面 我觉得都情有可言 但是说以后会反面 就单靠这个事件 我觉得似乎未够说服力 我都同意 其实我自己觉得 不要因为一级书 而限制了自己的创作 这种自我审查 其实是不必要的 漫娃本身就有他 天马行空 或者是 而且反过来 就是 在某程度上 都是用来展示现实的 那这些如果真的有出现 不出奇的 有什么问题 最重要 如果你的意识是这样 你可以在画面上稍微修正 老实说 天梓文没有出过一些性爱的镜头 当然它解决得很重要 就是铁木珍 我只是说天梓六 铁木珍和铁木宜 都有的 他都有画出来的 不过是打剪影 那没有问题的 你之前都 虽然是不同的 一个就是合法的性交 就是夫妻的性交 另一个就是老强 层次上不一样 但是画面 present出来 可以是一样 你用剪影剪影就没问题了 阿虎也好像有 我几宗 不是那个SM SM敌蠟和玩捆绑 SM就不可以 可以过一级的 一级就要搖去 那不是 可以拿着蠟燭 因为没有灯 以前没有灯 那一定会拿着蠟燭 不小心敌到蠟 到其王后 那有什么办法 路过敌了蠟 在身体上 你这样演绎也可以 就是 那时候这样都接受 就能出街了 那这件事就算是小疑惑 所以我觉得其实漫画 尤其是广幻 不要因为 现在那种 K型的分级制 而去 刻意限制了自己的创作 你觉得要是这样 才能说服到讀者 你有想过 就不要太过限制 我觉得是这样 那天子的路向来都被守平 希望他们不妨放胆少少 在不抵觸法例的情況之下 讓讀者多個選擇 有本書我最後了 今個星期的講完我借光 最後一本書我想講講的就是 我真的對神掌龍劍飛很失望 我昨星期已經講了 你太遲了 基本上每兩個星期就要講一講 來來去都只有那幾本書 老實講 你這次覺得失望是什麼 難怪不會是畫面吧 畫面不好就一人二二 好不好就一人二二 但我覺得那些辦法去得很粗淺 尤其龍劍飛突然之間 超級高手 然後有東島場來的徒弟 然後有古漢雲 契仔 這些就是萬千寵愛在一身 但只不過是發現 但這裏已經幾乎溝到 是不是叫求玉華 玉華 幾乎溝到了 那這裏幾多期而已 八期而已 最愛玉華解釋了好像三期而已 嚴格來說可能是幾住鄉 幾住鄉 幾個自身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不是太理想 這個故事去得很散 那些橋橋都有幾刀 只是那一次欠金龍之之地 已經足夠鬼馬 其實那個應該算是大場面 可以多花一點蝙蝠去講一下 如果被中英偉編了十期的潮華版 爭奪金龍篇 還有今期搞笑的是 書名叫做惡鬥靈蛇教 但裡面真的鬥了什麼鬼 打了兩二 放了火 嚇跑了人家 有哪裏有多惡鬥過 我都不明白 惡不惡這是態度的問題 你就 skip 了那個惡字 鬥靈蛇教行不行 惡寸靈蛇教 暗寸靈蛇教行不行 劇情分配上 我覺得失了一些平衡 通常看這類古裝武打 那個要求是希望武打方面會詳細一點 劇情當然需要有 但不會像現在我看過有少少去打 跳一下跳一下這樣去 應該這樣說 我不特別覺得武打是很重要的 對於我來說 譬如我們剛才說殺到他 反而有武打那幾段 我自己不是特別喜歡 但是所以我就會覺得 重點是去得好嗎 我跟你剛才說的 他跳得太緊要 很碎 所有東西都只是交代了幾頁 串起來就覺得不夠劇氣 有人就嫌殺到拖 一場拉斯維加斯 開車又打 不知道十幾萬頁 但是你亦都不要太快 一樣東西都太快的話 凡事去得太盡 緣份勢必早盡 尤其是龍劍飛的劇情是橫跨很多地區 去不同地方冒險 你很難說每一期跳兩三個環境 你旅行要是去兩三個景點都辛苦 就是輕功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他所有東西都交代得不夠 所以每一個人的性格都描寫得不深 好像上一期故意做Ending的關鍵位 就是被玉面書生吹幾下燒 還是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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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 done 笛 笛 追 尤其是 一點 就 其實 這相關順了 � humbled 在職法 或者你不一定要惡的 笑鬥肉面書生 上期尾的作用就是引你買這期 既然達成了目的就可以很快收檔 接著又追下一個高潮位 現在就變成沒有高潮 全部都是小優 他預計了十多期的書裡面 要放這麼多東西下去 他一定是這樣的 他自己是取捨問題 所以我覺得做錯了 他根本就不應該放這麼多單元故事 他應該抽一些重要的 可能中間加一些東西去串連幾個重要的單元 大家看下去就覺得故事性會比較強 現在就變成好像跳業 每樣東西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我完全投入不到 只有一個G字 像散文一樣 我跟葉冰之所講 他本身龍劍飛這段故事 他整個生命是比較長 我想十多期很難寫完 製作團都是想所有冒險過程寫完 但根本那十多期是不夠的 唯有被迫著不斷跳不斷跳 我覺得這些是錯誤的編排 好 講到這裡 我們先斬過一段落 今晚的《港萬咬者幫》 我們講了四本漫畫 我們看看下個星期 看看有沒有時間準備一下其他話題 跟大家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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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不一定的 別這麼認真 不一定有 千萬不要說到好像必然有 好 今集的《港萬咬者幫》就到這裡為止 大家不要走開得太久 因為一會兒回來 我們有《東漫婚物》 at RadioDollar.hk的另一個節目 就是AC Repos 待會兒再見 拜拜